麦全同学们大家好啊在上去课里面我们已经讲解了这个在不同操作系统上面啊搭建我们的乐的环境啊 并且我在我这个电脑上也是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已经安装好这个乐的运行环境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动手搭建一个乐的杰式的程序啊打一个什么hello world 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打开我的计算器啊在我这个文档上 这里啊新建了一个什么呢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叫load 用于装用于存储我们那个load.js的原代码 用到这个load里面啊单击右键新建一个什么呢新建一个txt文本 我把名字改一下改什么啊hello-bird.js 最后就是点s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个任意款编辑器啊 用它原生的那个txt文本编辑器也可以用load.js加加也行啊 我就用load.js加加这个界面要友好一点 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里面我们来写一段那个js代码啊写一个简单的js代码 这个js代码什么呢就是我们方形这个关系啊定一个函数 所以在js里面定一个函数都用方形啊 这个函数名叫什么呢方形1 啊这个函数名然后面是括号里面要传参数内表 因为我这里没有参数啊我就不做这种处理啊不写任何代码 那么在这个大括号之前啊我们要写什么呢要写这个函数体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里面要指定什么代码 我们应该写这个函数里面啊写这个函数里面 那么现在啊我这里面写一段代码 写这么一段代码gioscript 这种代码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用console这个模块它里面的一个方法叫log 这个这个方法可以将我这个传过去的这个这个字幕串显示在控制台上面 这个方法的作用也就是打印日志的一个意思 这里我们也可以用用它来干什么呢用它来显示一段在那个控制台上面显示一段 我们想输出的机器文本 那么这还是我们定义好了保存一下啊最最一定要保存一下 保存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我怎么来运行它呢 那么要运行这个 hello world就是刚刚编译好的这个文件啊 首先我们要cmd命令下为什么进入这点 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啊 我们要执行一个代码的时候必须要通过load这个平台来执行 那么load这个平台我们只能在哪里运行起来呢 只能在控制台这里面啊 控制台里面运行起来 或者是你以后用其他的编转件也可以啊 那么这里我们就用了load这个运行平台啊这个cmd运行平台啊 那怎么来执行它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当前我编辑这个文件的路径啊 也是这个路径一盘下load这个路径下啊 首先千万排斧一盘cdload 那么进入了这个一盘过后 我们dr显示一下啊 这下面确实有个叫hello-ward 那么有了这个文件过后我怎么来执行它呢 用load这个命令啊 所以load这个命令空格 然后后面跟什么呢 跟你要解释执行的一个js原代码啊 也就是说这样照这个文件名敲就行了 好 那么写完过后我叫回车 哎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我们这个程序代码写错了吗 啊我们定义函数这一块啊 我们再看一下 定义函数这一块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什么呢 我们定义出来过后 我们根本就没有调用过 没吗 根本就没调用过 它不会执行啊 所以说这里我们还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这下面调用一下啊 定乱完过后保存 注意一定要保存啊 保存完过后 我们再来load这个命令 后面跟什么呢 我们要执行的 hello word这个 js原代码 走 啊那么现在我们第一个helloword 已经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啊这就是 编辑和运行这个js代码的一个方式啊 很简单 那么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啊 那么我们要执行一个这个js原代码 首先我们要编辑原代码 那编辑原代码 你可以用任意的编辑软件都可以 你用这个windows时代的txt文本编辑器啊 可以 你可以用这个安装一个lopile++这样的文运编辑器也可以 或者是你以后用其他更高级的一个编辑软件都可以啊 首先编辑原代码 那么编辑好原代码过后 我们要使用啊 这单是前提啊 编辑好原代码过后 你这个系统上一定要装什么呢 装load的这个 这个运气环境啊 这个环境都没装的话 你使用不了的 那么到底没装 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 简验的方式 就是你在cmd任意路程下 敲一个load-v 空格-v啊 他如果显示一个 当前你那个loadjs的版本号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个系统上已经装过这个loadjs的运气环境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运气它了 那么怎么来运气它呢 就是通过load的这个命令 啊 加上什么呢 加上你这个hello word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 那实现运气它 那么首先你要保证你当前这个路径啊 当前这个前面的路径 已经是 已经是你什么呢 已经是你当前那个原文件所在的路径了 啊 如果不是所在的路径 那么你要用相应的命令切换了对应路径啊 这样才能执行啊 这个大家已经要记住 啊 这个程序很简单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不多说 那么搭建这个控制台的一个 这个运行控制台的一个hellover的 这个很简单 那么我们向下面来做一个什么呢 运行在 以web形式来来来来来执行的一个 JS代码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搭建呢 首先我们还是建个 这个 JS文件 这个叫什么呢 假设叫我们的server server word server hello 点JS 那么这个 代码啊 我还是用乐乐派来++ 这个编辑器来编辑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编辑呢 啊 这里我要说了几个步骤 那么讲讲这几个步骤之前啊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个web应用 它到底访问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画图 在这里面啊 我们说这个web应用 它必须要有浏览器 必须要有服务器 啊 必须要有浏览器 必须要有浏览器 那么这个浏览器 在我们电脑上已经有了 就比如说我们对那个谷歌 火狐啊 这就是这些浏览器 它已经我们早已经安装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服务器应该怎么来搭建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手中的搭建 那么当你搭建好这个服务器过后 你可以通过浏览器 发送的请求 发到你服务器上面 啊 你服务器可以做一些处理 处理 处理完了过后 再把请求出来 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 经过这几个步骤 那么我们应该访问一个请求 基本上就完成了 而在这个访问和请求这里面啊 它遵行一个协议叫做什么呢 叫做HTPP协议 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种 啊 好 那么这么一个流程啊 它需要四个步骤啊 首先这个浏览器会跟这个服务器建立链接 建立好了过后 然后再发数据过来 发数据数据发过来过后啊 这个服务器处理处理完了过后 再干什么呢 再将这个数据啊 响应到这个客户端啊 最后再关闭链接 经过这个四个步骤啊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服务器跟浏览器 直接数据访问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失落过后 那么这个服务器端应该怎么来写呢 好 这里我们要按到几个步骤来写 1 这里我用注释的形式把它注释掉 1 首先干什么呢 导入 HTP HTP 怎么导入HTP 模块呢 用这个 require 这个函数啊 reqire 这个函数啊 导入 我们导入模块 又是什么呢 是HTP 模块 它是一个系统模块 所以说我们这样导入了 但是导入了过后 我需要用个变量把它存储下来 因为待会我会用到这个变量来什么呢 来这个 呃 启动一个服务实力 所以说我先在前面定一个变量把它存储下来 VR 再加这个GS里面定一个变量用VR 这个关键字来定义 第二步当然我们要创建一个实力的 创建 创建 server实力 这server实力应该怎么创建呢 这里我还是先定一个变量把它存储下来 server 假设也叫server 它是通过这个HTP 这个模块啊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什么 叫做create server 这么一个方法 那是先创建的 啊 这么一个方法 但是啊这个方法 我们调用它之前 我们需要传一个参数过去 传什么参数呢 传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我这里用翻个型来定一个函数啊 假设就叫 我记得里面函数吧 啊 这个里面函数那边也必须要传 也必须要有两个形式函数 叫什么呢 requare 就是request 请求对象 response 这个响应对象 那么这两个对象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个在后面代码里面 我们在解释 那我们先按照这个方式写 写完过后 这里回车 那么这个有个大括号 代表我们这里要处理 客户端发生过来的 过后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处理 啊 就是处理的方式 我们应该在这个里面来实现 啊 那么这个server 创建好了过后 我们下一步第三步要干什么呢 启动服务并监听端口啊 启动 并 监听 端口 好 那么怎么启动呢 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刚刚创建出来的server的实例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做 listen 这么一个方法 来来启动并监听端口 那么我要监听端口 我应该传到他这个函数的那个参数里面去啊 以参数形式传给他 那么我们假如先钉三天端口 那么我这里写个三千 那么如果 这个三天端口 创建好了过后 我当时你可以写了个整形的啊 也有也无所谓啊 这样都可以 好 那么这个创建好过后 它还需要第二个参数啊 第二参数是什么呢 它也是个函数 哦这里就以匿名的形式传过去 匿名的形式传过去 他给我传一个 参数过来啊 这参数我需要在这里定一个形式参数来接受一下啊 这个参数叫什么 错误对象参数 也就是说你这个服务起动如果是 报错了 他就把错误信息封装成一个对象 传到你这个 error这里来 啊如果没有报错的话 那么这个 error对象就会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就可以通 可以根据这个 error对象 来判到底是启动成果还是不成功 那么只要这个对象啊 是空的 那么你干什么呢 我就代表我这个服务起动成功了 我就打一句话来提提醒一下啊 我在控制上面显示一句话啊 显示什么什么话呢啊 啊start 显示要用那个引号扩散 start 啊success 啊 啊 啊 什么呢 3000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起动成功 在3000 3000段口上监听着啊 啊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服务 端的代码啊 就已经写好了啊 就可以处理了 那么处理过后 留言区给我发送过来的数据 我怎么才知道他他给我发送过来呢 那么就回到刚才我们这个这个函数这里啊 我们必须在这个函数里做一定处理 那么他如果发送数据过来过后 他会调用这个函数 他会调用这个函数 他会调用这个函数来处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写一件代码 我们是不是可以检验 到底浏览器有没有跟我发送数据 发送请求过来啊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打一句话 就什么呢 hello server hello server 好到目前为止啊 经过这三个步骤 那么我们这个服务器的程序就先写好了 啊 是不是很简单 三个步骤很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也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命令行的形式 将什么呢 将我们这个服装程序运行起来 怎么运行呢 好首先瞧load这个命令 后面写什么呢 server 就是你要运行的 JS代码的 那个原文件名 点JS 回车 那么他这里打印这句话 Stars和Sys 按了300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 启动成功了 啊并且监填端口 3000 这个端口啊 那么3000这个端口监填好了过后 我怎么来怎么来访问这个 我的服务器呢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服务器已经ok了嘛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开始画图这里了 服务器端已经ok 这段已经ok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用 启动了个浏览器来访问了 啊所以说我这里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 在这个谷歌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啊 输一个http 为什么说http呢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是基于http协议的 那么我们要输用http冒号双鞋杠 就是这一串路径 代表它是以http协议来发送数据的 啊说完这个过后 我们后面接触什么呢 接着说我们要访问的服务器这个地址 这个服务器地址要么是一个域名的形式 要么是一个什么 ip地址的形式啊 那么这里我就用什么ip地址的形式来访问一下 127.0.0.1 好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本期服务 这个127.0.1代表本期的一个ip地址啊 本期的ip地址啊 本期的ip地址 本期的回馆地址 那么这里啊打个号 然后后面写什么呢 你访问到我本期的过后 你是不是得 把我这个端靠告诉我啊 那你我我我访问这个服务器过后 我必须通过那个端靠来访问这个服务器啊 所以说刚才我们端靠是多少呢 刚才端靠是3000 所以说我们这里写3000 啊写完了过后挑一个回车 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流测器这个 这里一直在转啊 一直在转 那么看下服务器端上这里有没有什么反应 哎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已经把这个hello server 这个这句话已经打穿了 说明什么说明程序已经走了我们这点了吧 对不对 说明这个浏览器 发送请求过来已经成功啊 并且我们这个服务器处理了 把一个hello的hello 那个sever已经打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浏览器为什么还在这转呢 那是因为啊 因为 发送请求过后他还需要什么呢 他还需要 接受一个数据 他如果接受不到数据 他就一直在等啊 一直在转一直在等 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流测器处理完过后 这里啊 处理完这个请求 这个打印完这个这句话过后 我还跟他回去话过去啊 怎么回回去话过去呢 要跟他回话的话 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两个对象的 其中一个对象 响应对象就是后面的对象 这个对象来给大家响应啊 怎么响应呢 我写在这里啊 好写在这里 response.write 将你要写 要发送了给流测器的一些信息啊 写在这个write这个方法里面 注意这个写过去的东西 我们要加个双以后 代表它是个字不串 啊 write 这里写个什么呢 这里写一个 hello browser browser 啊 hello 流测器 写完过后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还要调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什么 response. 点 按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的 这个方法是真正把我们数据发送过去的 而上面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 是把我们的数据写到这个对象里面去 这个方法才真正往那个cop端发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写完了过后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保存再访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走 啊 这个流测器依然在这算啊 我们看一下服务器段这里啊 啊 服务器段这里也是什么呢 啊 也在这等待啊 为什么在这等待呢 因为我们刚才写完这个代码过后 我们并没有什么呢 并没有重启 没有重启的话 这个服务还是用了原来代码来执行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把这个服务先停掉 重新启动一下 那么怎么停掉服务呢 啊 你这里调整好代码 他都他什么呢 他都没反应 哦你看刚才我访问了这个多次 他刚才没弹出来啊 一下弹出来了 那么 这里怎么停掉这个服务呢 按Ctrl C按两下 啊 搞定 Ctrl C按两下 好 按完过后我们这个服务就停掉了 停掉过后 我们重启用什么呢 用重新编写这个原代码再来启动一次 server 干hello 点CS 走 啊 他又提示启动3000 3000 3000单口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服务 流量器的啊 回车 啊 你看 这个是不是得了服务器端 给我响应这个数据啊 而这里东西都不再转了吧 这就是最简单一个什么呢 通过 web应用 来实现打印helloware的一个步骤 啊 就这么一个步骤 好 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 啊 要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打一个helloware的 应该怎么来实现啊 要实现一个web形式的helloware的 我们又应该怎么实现啊 就这些步骤啊 那么后面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 web端的helloware打印的一个步骤啊 首先第一步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的时候记住一定要用这个什么呢 requare这个函数 来实现 加上htp啊 这个关键字 所以这里不要乱写啊 这里应该写htp 啊后面这个变量名啊 这个变量名 当然你可以按照这里的方式来取 但是我们命名的时候一般会按照一个什么 界名之一的规则来命名 所以说我这里也取http 那么就知道这是个http实例的模块 那么有了这个实例模块过后 第二步我们要什么呢 创建server实例 啊创建server实例 创建server实例 我他创建出来过也是个对象啊 这个对象我也也也需要什么呢 也需要订阅编略来 把存下存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模块的create server这个方法 啊创在这个呃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啊 他需要我们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函数过去 也就是这个函数 啊这个函数 啊这个函数传过去过后 他待会有请求过来的时候 因为他这里有一个监听器在这里监听嘛 他有请求过来后 他被监听器监听到过后 他就会自动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用户端的 以请求的数据的过后 那个逻辑代码应该什么呢 应该放到这个里面来来实现 啊应该放到这个里面来实现 啊 那么这个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是干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服务启动起来吧 对不对啊 其中起来怎么启动呢 server.listen这个方法 给他传两个参数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监听三间端口 一个是 一个是监听的端口 第二个是什么呢 启动成功过后回调的函数 这里我们就提到回调函数了 当我们这个服务启动成功过后 他自动会什么呢 自动会调用这个函数 不管是启动成功还是不成功啊 他都会调用这个函数 启动成功 那么这个l就是会空的 如果这里不是空的 那么我们就什么 这个如果是空的 我们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启动成功了 我们就打印这句话 如果启动不成功 当然他会报一错误的信息啊 这错误信息 当然你可以显示出来看一下 也可以什么呢 也可以不管他 到时你再自己检查一下 这个到底哪哪希望出错了 这就是我们什么呢 搭建web服务器的一个基本步骤 很简单啊 很简单 那么后面我们基本上所有应用啊 都基于这三个步骤来实现了 好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些知识点啊 以及这个简易的搭建这个web服务 web应用啊 一个简易的步骤啊 今天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